这是新中国最受气的一幕 开国上将亲自带队 代表团全英蔽制 千里迢迢出示访问 却被一个国家当场羞辱 不仅总统推脱不见 就连这个国家的官员 也对中国代表团挨打不理 这位上将就是杨勇 可谁没想到 邓公得知这件事后 非但不生气 反而非常高兴的说 这是件好事 明明是中国受气 为何邓公还要说是件好事呢 欢迎百动搜索杨勇和邓公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在中国的解放军中 一直有着三杨的名号 从万里长征到解放全国 纵横百合无往而不胜的三人 成为了无数敌人的梦魇 建国之后 这三位开国上将 同样受到了中央的重用 杨勇在后来更是成为了 总参的一把手 可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 战功赫赫的中国名将 却在初始访问时 受到了外国人的欺负 这是1978年 身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 带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千里迢迢来到南斯拉夫参观访问 按理说 此时的杨勇虽然只是副总参谋长 可实际上 由于邓公刚刚复出 身为副总参谋长杨勇 实际上挑起了总参谋部的大量 是总参谋部的真正一把手 更何况他的多年捅兵作战的能力 和在全世界的大名 完全值得南斯拉夫总统铁拖的出面接见 可铁拖思索良久 还是觉得两个人地位不对等 于是便没有出面 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对等接待 可当这件尴尬的经历 远渡重摇回到国内时 听到此事的邓公 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不怒返校 在场的人全部都面面相去 可邓公接下来的话 却让人捧服大笑 邓公风趣的说 这是件好事呀 看来我们的杨副参谋长 回来就要升官了 不久之后 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 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 率团回访中国 邓公国际前显 亲自出面 接见了这位远道而来的上将 而身为副总参谋长的杨勇 便负责日常的接待活动 这次中国行 才让波托查尔上将真正意识到 面前的这位将军 在中国解放军中的真正地位 想到几个月前杨勇上将访问祖国 结果却遭到了无理对待后 波托查尔上将满是歉意 我明白了 你在中国军队的身份 我接待你的规格不够啊 波托查尔上将饱含歉意 可杨勇却对这次经历 完全没放在心上 在他看来 再多的面子工程 都不如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杨勇在面子问题上 第一次主动让步了 1980年 三杨之一的杨德智 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 原先的总长杨勇 反而成为了协助的副手 面对昔日老朋友的代替 杨勇没有丝毫的越野 不仅主动配合杨德智的工作 还不顾身体的不适 主动陪着他到外地视察 即使是有些地方 杨勇明明刚去过不久 可他还是坚持 一定要陪新总参谋长亲自前往 有人劝他休息 他就反驳说 身为军人 这是他的责任 1983年 开国上将杨勇因病确实 这位南征北战 见证了中国建立和崛起的老将军 最终离开了我们 而他的高风亮节和因公妄私 却让身为后来人的我们 打心眼里感谢 向老将军致敬 我们明天再见